洛洛 时间到了 洛队 时间到了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我是洛树英 现在我命令 行动撤销 行动撤销 洛队 各单位注意 按照预定的设置撤出 不要乱 绝对不要引起目标的注意 好 我知道 大家一定要问我 为什么在即将收网的时候 却突然不抓了 难道是我不想抓他们 不 木吉村 是个罪大恶极的大毒枭 他死有余辜 我们将用他的血 来祭奠我们已经死去的烈士的阴魂 不许 刚才 就在我快下达命令 采取行动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 慕吉村和于振华的对话 他们再过几天 要举行一个三月三大会 这个大会 就是慕吉村贩毒集团 他们的供货方 其实也就是 各路小型贩毒集团的大聚会 到时候 向拉低拱 温墨 通丹 这样的人物都将出席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趁他们在举行三月三大会的时候 指导他的虎穴 这不仅可以揭灭慕吉村贩毒集团 还可以断掉一系列的小型集团 这样我们斩首行动的意义 就将更加深远 这就是我要取消这次抓捕行动的原因 当然 我知道这里面会有一定的风险 我洛树英 也是憋住了一股劲儿 如果这次行动抓不到慕吉村 捕毁不了这个贩毒集团 我就将引咎辞职 接受审判 当然 我们这次行动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失败 但那是对人民的犯罪 我知道 在座的各位 为了这次斩首行动 不知道已经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节假日 没回去和家人团圆 我今天也在这儿说上一句 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我一定放假 让大家睡上了三天三夜 老机啊 省厅来电 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而且命令我们一定要做到精心组织 务必全歼八个字 太好了 老机啊 这次得要你来 打响这行动的第一枪了 我明白 那就是让牧吉春本人 还有他的那批货 平安出境 对 把他们要的材料给准备好 让牧吉春冒充反案争 能够大摇大摆地 连人带货地走出国境 这我都准备好了 我知道 这个披件 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 老机啊 你说说 如果我自己是牧吉春 这两天 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那当然是 等我给他们办好的批件呢 这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他还想做的就是要检验一下 他在别人眼里 究竟像不像凡案争 他扮演的凡案争 究竟能不能被人识破 对 他还真应该想到这一层 不然的话 就是扮了披件 那也没用啊 所以我想 他这两天可能会冒点风险 把自己打扮得跟凡案争一样 还经常到凡案争去的地方走一走 那就是戒斗所啊 那倒未必 那个地方太危险 他怕碰上真的凡案争 说句心里话老机啊 我还真想当会裁判 看一看 他冒充的凡案争 究竟能打几分 跟他打了这么长时间交到了 还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说起来还真有点遗憾 说起来还真有点遗憾 喂 喂 我是吉言德 余总 你是问那个披件的事吧 我已经去办了 这种事啊手续特别复杂 三天之内吧 你就放心 那好那好 这件事情可千万不能耽误啊 另外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你们戒斗所的凡医生 不是经常要到郊县去给病人 寻诊送药吗 对 你给我搞到几个病人的地址 病人的地址 老大 地址都搞到了 这都是凡案争的病人 好吧 我们出发 不过我心里还是不太有底 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 我们的计划就只能放弃了 放心吧老大 你肯定没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只有到了那儿再说了 隆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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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樊医生 您来了 您好 您好 快快 屋里坐 屋里坐 我爸在床上躺着呢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好 我爸说吃您的您的药 好多了都 是吗 爸 樊医生来了 什么 樊医生来了 来看您了 你最近怎么样 恢复得还行吧 好多了 樊医生 我还以为你要过几天再来的呢 真是谢谢你了 樊医生 我们这儿被你治疗过的人 都说你好 其实我心里啊 一直是牵挂着你们的 谢谢你 樊医生 真的谢谢你了 好 那你好好休息 老大 你看见了吧 他们谁都没感觉出来 都把你当成樊医生了 樊医生 樊医生 这个樊医生看来是个大好人呢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滑稽 我是做毒品买卖的 他是帮人戒毒的大恩人 他要是今天知道我在这儿 替他领受这份功德 不知心里怎么想 不知心里怎么想 想 真是想透了 你要不仔细看 谁都不会怀疑他不是凡癌症 老杰啊 你要是看见了 你也会把他当樊医生 那你看给他打多少分啊 不开口满分 开口的话 怎么地也是九十分 别的我不敢说 就凭他这张脸 拿着樊医生的证件 走出国境 绝对不会有人拦他 天下的事啊 真是无期不有啊 现在我是彻底放心了 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是卯牌货 看来我们的计划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 你说呢 我都亲眼看见了 这还用问吗 我们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你再催一下季言德 明天可是最后一天了 我知道 明天一定拿到 明天 明天 明天可是最关键了 成败再次一举 回到哪里 我回到哪里 verse一摔 блок gebe limits 栗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队长 我余正华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 你就放心吧 我今天一定能够拿到 你说在哪儿见面 这不是你们的西方小学吗 把我在这儿来干吗 有个人想见你 谁啊 见了你就知道了 进 杨茜茜来了 范医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杰队长 你再看看这是梵医生吗 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这当然是他了 剑德 你看错了 我不是你们的梵医生 我是沐吉春 沐吉春 你是不是很吃惊啊 一个缉毒支队的副队长 来接受我的任务 只能怪命运 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真没想到 你和范医生居然长得那么像像 没错 但他是我们的老大 这么说 你以前让我做的事情 都是他安排的 是啊 这都是沐老大的指示 纪队长你应该感到荣幸 因为经过我们多次的合作以后 你已经是我们沐老大的人了 杰德 杰德 是不是 有点后悔啊 后悔上了我这条贼船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许多事情由不得自己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今天跟你认识以外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这件事情 在我的心里像一个谜一样 一直解不开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 有意把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 樊医生 安排到嫉妒警察里来的 我不懂你指的有意是什么意思 樊艾珍根本就不是什么嫉妒警察 就是嫉妒所的医生 哦 你是说 你们没有有意准备让她来冒充我 难道你们不知道她跟我长得相像吗 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 也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起过你的长相 我们怎么可能 找一个人来冒充你呢 你们没有看到过我 但是 马小红难道没有跟你们说过吗 还有那盘录像带 马小红 她从来就没有对我们说过你的事情 她从虎潇山上下来 刚能开口说话的时候 郁总已经让我把她给堵死了 她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关于录像带的事就更离谱了 画面上那么多人 谁知道哪一个人是你啊 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叫了我一声 樊医生 你真的没有认出我吗 是的 我是完全把你当做樊医生了 而且我这心里也在奇怪 樊医生怎么会在这儿 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准备好了吗 办好了 好 明天一早 我们 还有你 要一起出去 我怎么能出去啊 还想在这儿当你的副队长呢 你当不成的 明天你要在这儿给我 办最后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办成了 你根本无法待在这儿 必须跟我们走 还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去取樊医生的证件的同时 你把他杀了 什么 让你去杀樊医生 他们当时还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去 这条疯狗 真是既狡猾又狠狗 老杰 既然这样 你就听他们呢 老陆 老杰 你听我说下去 目击称觉得 他已经拿到了樊医生的出国披肩 冒充樊医生 带着毒品出境 已经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如果樊医生还活着 那对他来说 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所以他一定要杀害他 他要你去杀 那是为了一箭双雕 既可以不留痕迹地除掉他的心头之坏 又可以考验你的忠诚 看你究竟能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至于他让你陪他一块出境 那是想让他们走的时候更加安全 老杰 为了他们不再有什么顾虑 为了我们能在三月三这一天 能够把他们大打小小的毒贩一挽打尽 从现在起 你就得听他们的命令 去杀掉樊医生 那么 将计就计 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你去把樊医生杀掉 让他们按照我们部署好的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小龙 小龙 妈是你呀 你好坏了妈 你干嘛要用他的样子来吓我啊 吓死我 吓死我 吓 太像了 刚才那眼神跟他一模一样 真的把我吓死了 妈你好坏啊 谁叫你教我的呀 好啊 我教会你 你倒来吓我 不过啊 你们的声音还不太像 他的声音啊 还要沙哑一点 他身体起来的时候还要尖一点 要不要 我教你啊 不要 我才不学那个呢 我还不如学做几个好吃的菜 烧给你吃呢 妈 您真好 反正您做什么我都爱吃 就你嘴甜 来 帮我摘菜 老季啊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老季啊 老季啊 只要我做的一切 能让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能洗刷我身上的耻辱 我就是死了 也心甘情愿 老季啊 保重 谁啊 帮妈妈 老季 小虎哥 你用好礼物来看我了 帮妈妈 是洛队长来找你 帮妈妈 洛队长我通知你 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 千万别回家 也别离开这间房子 我没有时间了 切记 一定要记住洛队的话 小虹 你今天晚上 就陪着帮妈妈在这儿住吧 您一定要记住洛队的话 知道了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准备好了 老大 一切顺利 我们已经出发 好 一定要干净利落 三号报告 三号报告 目标已经出现 目标已经出现 一号明白 一号明白 继续监视 注意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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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呢 上去吧 走 三号报告 三号报告 目标已经上路 目标已经上路 请指示 请指示 很好 很好 按计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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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上路 required 放工 得 二号开始行动 目标快乐监视 很好 监视目标 监视目标 注意保护 注意保护 文保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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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走吧 不 我要拍张照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来人啊 来人啊 我得拍一个 快走吧 来人哪 来人快走快 盘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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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 怎么了 早了 2号报告 请终结束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请绝试 一号明白 一号明白 你们完成得很好 现在撤出 开始执行下一个行动 这是你拍的吗 对 这都是我拍的 照片这么糊涂 你让我看什么 老大别生气 当时因为时间紧 门口还有人走过 所以我拍得匆忙一点 但是你放心 这肯定是烦碍症 他真的死了吗 我亲自检查过 完全断气了 好 他死了 就该我出场了 我们现在就去戒毒所 师傅 给我开下门 范医生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回来 我来取点东西 哦 好 进去了 我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您的办公室里好像有亮灯 您来看看 好像还有个人 真正半夜 我办公室里怎么会有人呢 我去看一下 别妈 骆队长交代了 我让您出这个屋子 那 我不出戒毒所 就到办公室去看一下就回来 不行 小五哥交代了 不让您出去 那怎么办呢 我不去看 怎么能放心的 不 妈 要不这样吧 我替你去 那你知道我办公室在几层吗 我知道 您待着吧啊 我去了啊 那你小心啊 知道了 好 好 晓鸿 晓鸿 一号明白 上 破坑 1分 晓鸟 2分 一楼 3分 一楼 184分 100分 200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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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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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